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共卫生专家伍德教授表示 亚变种的出现可能导致更多人再次感染 澳洲三大超市Wolf Coase IGA 目前均已下架一款甜食类产品 Elight 该类产品受到沙门氏菌污染 本周四 澳洲食品卫生部门表示 Elight品牌系列产品被紧急召回 包括Elight巧克力 蛋糕 华夫饼等 据了解 这些产品受到沙门氏菌污染 使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呕吐 胃经卵 腹泻等症状 再来关注澳洲疫情 新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 11903例 7例死亡 接着目前1645例患者住院 68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维州今天新增11083例 本地传播病例 7例死亡 接着目前428例患者住院 35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昆州今天新增4477例本地传播病例 6例死亡 接着目前492例患者住院 11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 感谢观看